今天我會示範做一個蜂巢蛋糕 它除了有特別的外形之外 它有白糖糕加海綿蛋糕的雙重口感 做蛋糕的開始的時候 先會做焦糖的部分 首先將白糖加進鍋裡 這裡有兩份水 少的水連糖一起煮 而多的水用另一個鍋 待會煮滾會用 所以不要弄錯了 開始的時候可以用大火煮 盡量不要攪拌 當它的泡沫越來越密的時候 表示它開始收水 開始看到一些微黃的出現 要小心了 因為它很快 一會兒就會變深啡色 不要過濃 一過濃就會苦 可以晃一下 關火之後 另外這邊的水已經滾了 倒下去的時候要很小心 先倒一下 不要一次過倒太急 也不要倒太多 來到這裡可以全部倒下去了 再加一點滾水 如果發現旁邊有些糖凝固了 可以開火 煮溶周邊的糖也可以 煮溶之後關火 先放一下 開始做蛋糕的部分 先將熱溶的牛油灑下去 這是煉奶 這是蜜糖 需要用攪拌機 攪拌到融合為止 兩三分鐘左右 攪拌均勻之後 接著下的是雞蛋 即是雞蛋要收溫 如果不是加下去之後 就會有機會油水分離 雞蛋就會分幾次 可以一邊攪一邊加 攪拌均勻之後 然後逐點逐點加下去 接著這個步驟 我會先把麵粉篩進去 麵粉可以一次過篩進去 我會先攪拌一下 現在攪拌只是讓麵粉不會發上來 待會會用發彈器繼續打 中途要刮一刮旁邊 今天這個蜂巢蛋糕 主要是靠梳打粉來發酵 我會先用水調一調均勻 我會用大約半茶匙的水 混合下去 這個是食用的小梳打 不要搞錯了 把水溶了之後 可以一次過加進去 這個焦糖水我攪冷了 少少暖可以的 如果太多水的話 蛋糕就會太軟 如果太少水的話 相對就會太硬 所以範圍大約是383-384 然後我會加進去 攪拌多1-2分鐘 攪拌完之後 我就會把它過一過濾 來到這個步驟 就可以蓋上蓋 在室溫擠它1小時 給點時間發酵 待會再準備焗的部分 好了 這個麵糊已經在室溫擠了1小時 準備落模之前 我會先上油和灑一些粉 油薄薄的就可以了 底部和邊部都要上油 上油之後 我今天用的是椰子粉 如果沒有椰子粉 用麵粉也是一樣的 只是椰子粉多了香味 令到這個蛋糕的味道更加特別 好 連旁邊也要落一落 多餘了的粉 我就會拍出來 好了 接著就把這個麵糊倒下去 到之前我就會攪一攪 這個麵糊比平時的蛋糕的糊 比較稀 所以用焗盤要注意 不要用活底的 否則就會漏出來 好 等一等 把裡面的氣泡燒出來 先把裡面的氣泡燒出來 今天用的爐溫是180度 放在最底層 要靜下火先 先來20分鐘 之後再加多兩三分鐘 就開上下火一起焗 好了 蛋糕凍了 我先開了一半 方便分切 我便會裁著邊緣位 分成長條形 這款蛋糕想突顯它的風潮紋 我便會先去底部 好 今天的風潮蛋糕就完成了 好 今天的風潮蛋糕就完成了 好 天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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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